好,大家好,焦点视频,李应聪风水命理的时间 迎光幕,见到我们的李应聪师傅 Hello,大家好,又见到我了 回来和大家分享一些八字的知识 很久没有讲过一些关于政治人物的东西了 又讲一些政治人物 原因就是这个不关乎政治立场的问题 因为大家很关心那些时事人物的东西 大家可以看这个节目的时候看得有兴趣一点 眼前大家的一个人物丁有年出世丙五月更新日 这个就是台湾之前和蔡英文去争总统的韩国语 大家可以看回焦点视频 我其中在蔡英文去选总统之前 我其中有一集大胆预测蔡英文会很大机会 当选连任总统 很奇怪当时来说有很多台湾的命理师傅 我留意过有七八成的师傅 都说韩国语会当选的情况 但当时我在节目中说蔡英文的机会才是真真正正最高 事实上是蔡英文 我也没有讲过韩国语的八字 也有些朋友问为什么我不分析韩国语的八字 因为当初我分析蔡英文的时候 就单凭他的八字 出到领导的位置是比较明确的 所以我就没有分析韩国语了 今次跟大家补充韩国语的八字 为什么当时我们都会觉得蔡英文的机会 是比韩国语高的情况 让大家作为一个参考 好了 他已经有年出生 丙五月更新日 我们是用日字这个位置 代表着韩国语是命局的中心点 同样我们都不会知道他的时辰 这一个八字都不需要时辰 都已经是大约知道一些起伏 那我们是用庚 他是五行属庚的 他是参考命格的一个人 那我们看下的时候 他身在丙五月 丙五月是下军 下军是火旺的月份 那就是非常之火很重 而呢 那他的年纲就透出政官 又是火 那这个呢 本来 韩国语的八字 他根本语者 身在这个政官的月艷 我们是叫政官隔的结构 政官隔结构 丁火为主,正官的结构,本身就是一个偏向文官的情况 但是在八字的命理里面,我们有一个属于官杀混习 我们看到八字在月干除了透正官在年干,由月柱透出来丁火正官之外 它在月干里面还要透过丙火七杀,形成了七杀来混官 为什么我们不叫正官混七杀呢?原因是因为它月令是正官 我们是以月令定格局的,它月令是正官的,但是多了七杀来混官 这个我们叫做官杀混习,官杀混习在一个人的品性里面有什么特征呢? 本来庚甘生在正官是代表一个人很正派很正气,处事很重规道举 就是他一板一眼这样的性格,但是因为他有七杀,七杀是代表将军 代表将军,即是说这个八字就混习了,就不是一个纯正官的结构 是多了七杀这个特责,即是说会积极,很进取,而且是带有些偏偏的 如果我们在八字里面有一个纯七杀格的结构,不混正官的 就这样七杀,你不可以说他是一个比较偏本一点的人 你不可以这样说,因为没有比较,没有正邪的 你要记住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比较的话,是没有正邪的 但是如果有比较的话,你就可以分到一正一邪了 而这个八字因为有正官和七杀,给他的比较,正官就是正气,文官 七杀和他比较,不同阴阳,即是变了偏门 所以官杀混习出来的人,性格就会是逆正逆邪 这个就是一个性格的表达,如果是纯七杀,没有正官的,不可以这样说 但是官杀混习,你就可以说这个人的性格是逆正逆邪的 这个就可以留心,而因为根杀是喜欢被冰火锻炼的 如果我们有玩个八字的话,根杀是环铁 环铁一定要有集中的火力,将它注练成气 那么冰火就是集中的火力,而丙火就是散发的热力 所以根杀是喜欢冰火,而不喜欢丙火的 这个我们玩八字的时候就要特别留心 所以在八字里来说,丙火坏了结构 令八字偏偏地,不够正派人,就是这样的现象 第二点,这个八字因为生在火王,如果根杀没有力的话 它是驾养不了官杀的,但我们看到这个根杀是有力的 它自己得陆于身,坐着强根,羊人再连,有非常大的根气 所以这个八字在原局的结构,我们可以说是一个 身杀两庭的结构,身杀两庭 什么叫做身杀两庭呢?即是说官杀和日主 这个身就是日主这样的意思 官杀和日主的力量相差不大,相差无几这样的情况 代表它能够承受得到这个官杀之下 那官杀在命理的属语里面来说,是代表地位权 是这样的意思 当它能够有强根,可以能够承受到官杀的力的情况 即是说它可以掌权,可以得权这样的情况 就算你批一个任何的八字,就算它不是做官都好 你都可以批它在一个职场里来说,可以领导几千人这样的情况 这个我们叫做一个领导将军的一个八字的结构 好了,那我们看看它现在走的什么大运 那它就四岁起运,1961,1971,1981,1981 去到现在2011年,由这个2011到这个2020,即是今年 这十年里面来说,大运就叫做行庚子,这个大运 这个庚子就是它自己,子这个位置就是属水,我们叫双冠 那它现在因为今年是2020年,2020年 它就在行下面的时间,即是在这个双冠 双冠,当令的一个大运的场景气场 而2020年是什么年份呢?是庚子年,我们叫做衰运福音 即是说榴莲和大运是一模一样的字,即是说会凸显了 会凸显了这一个庚子大运,这一个气场场景的现象 是由化为人事物在榴莲里面突显的意思 大运十年,很长时间,我们可以类传为一个场景 每十年,十年一个场景的变动 榴莲是那个场景里面所出现的人事物来的 所以2020年庚子就突显了这个场景,所出现的人事物 今年是指水当令,一个双冠当令的时间 什么叫双冠呢? 正冠就是代表自己的地位权力 双冠就是伤害地位权力的意思 2020年庚子年,这个子就会冲伤这个五火 而我们记得在去年,2019年,是什么榴莲呢? 是几亥年,亥字也是属水的榴莲 这个水连同他的大运的子,害止北方水局去双冠五火的政官 所以2019年,当时去讲就是说 韩国瑜要跟蔡英文欠这个总统胜算是很微 因为政官代表他自己的地位权力 有水去双了政官,即是地位权力要失掉的意思 那你又如何能够赚到总统呢? 所以当时我只是讲讲蔡英文 蔡英文的八字就是刚刚就反过来 就是加强了观察的力量 而韩国瑜在大运流言中是减弱了观察的力量 所以其实是非常明显的 至于为什么当时我看到有些朋友分享给我 就是说台湾有八成的人的师傅都说 批韩国瑜是可以做到总统 那这个会不会是因为政治凌隔了数数 这个我就不评论了 但如果我就这样很简单 从一个大家可能只是玩了一年两年的八字 应该都会听得明白 我解释为什么他不会做到总统 就是因为他的政官地位权力 在大运流言之间受到伤害 好了 现在看回今年 今年韩国瑜有没有运行呢 因为今年是2020年庚子年 这个大运所显现的庚子的现象 今年是最重的 庚子这个子就会相冲这个誤防 子不冲 所以今年韩国瑜可以很肯定 他的权力地位进一步会受到动摇打压的现象 就会十分明显了 因为子不冲 OK 而子不冲有什么应期呢 好了 看回他的流月 2020年庚子年 这个五 西历的六月份 任五月 西历的六月份任五月 任五月呢 这个字呢 就会冲它 即是你的流月 你的流月任五 就会和流年相冲 这个五字一受伤 即是他原局的五字受伤 所以相信在西历的六月份的时候来说 韩国瑜在工作地位权力方面来说 韩国瑜在这个工作地位权力方面来说 会受到一个危机 另外第二个月的应期呢 就是母子月 母子月 母子月就是西历的十二月 西历的十二月 母子月 就会引动流年的子 再冲个五 这两个月呢 就是韩国瑜 今年一个比较不利的月份 西历六月 和西历的十二月 过了这个2020年之后 去到2021 就行一个新的十年大运 我们叫做 我们叫做 几海大运 即是说 今年庚子年呢 就是我们叫做 转国交接年 那我经常都听见别人说的 南怕交流怕脱 那些转大运 在说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转大运的期间 特别要很小心 不利的流年 因为转大运呢 是代表个气场不稳定的意思 每个十年十年的场景 交接 好像我搭飞机 由一个地区 飞去另一个地方 交接期 就好像飞机 还在天空飞 如果你遇上一些 横风横雨 打风落雨的情况 飞机便会不停动摇 就算你是安然着陆也好 在之前呢 你都会觉得自己 好像经历一个生死关口的感觉 所以 逢是转交大运的时候 都非常之躁忌于一些 凌冲太重的流年的现象 因为今年2020年 正正就是转角交接大运的时间 所以呢 就特别危险了 对它的地位动摇 而这个五火呢 如果去到12月 冒子月双冲的时候呢 五火呢 就是代表个人的心路血管 那方面的问题 所以它除了会应验 今年的正观 它的地位权力 会有动摇的危机之外呢 到年尾 12月冬天的时候 还要留心的是 身体健康的心路血管的问题 这样的情况 而过了 去到2021年了 稳定了 过渡了2020年之后了 去到这个几何年呢 有一个湿土 可以涉火生金 形成一个叫做观印 杀印相生的结构 那看到2021年打后开始来说呢 走到这个几土运呢 都叫做可以比较平均一些 2021年之后平均一些 之后再要留心的呢 就是2023年 又是2023年 大家有没有发现我经常提着2023年 好像有很多问题 因为2023年呢 就是贵贸年了 2023年就是贵贸年 那这个贵贸呢 就会天黑地冲他的联署兵友 2023贵贸年 天黑地冲他的联署兵某 那代表来说呢 就是2023年呢 他可能还会在自己个人身上呢 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不利之处 我们叫做羊印冲合碎君 勃然祸治 可能会有一个突然大的问题出现 所以呢 在韩国瑜方面来说呢 除了今年负人双冲他的午火 是不利他的官位 去到年尾不利健康之外呢 接着平均两三年 去到2023贵贸年呢 又会再有一次 不利他自己个人的健康 或者工作各方面的现象 就是这样的情况 嗯 那师傅 但是问题就是 我好像听闻就是说 新历的六月呢 那这个韩国瑜先生呢 就将会面对呢 就是有高雄的市民呢 就对他联署 嗯 联署就不是就是赞他 是打算罢免他 是哦 那应了这个五火寿冲 子五冲 这个情况 应了这个情况 因为五是代表他自己的地位权力 是 那子呢 就是由甘所生出来的 就是代表我自己的支持者 人民 諸如此类 去反映他的权力 这样的现象 亦都应验了他的官位受到动摇 嗯 但是会不会就是 亦都反映了就是 咦 那似乎都出事了 应该没有什么运行 今年 真的完全没有 因为他六月一次 十二月又一次 跟着他 他刚刚就是转交大运的时候 服任 所以一定是一个比较大的 不利的状况 在他身上发生 嗯 没得运行 是的 OK 那又是说那一句 就是没有运行 但是我们都不希望他死的 死就不会 不会 OK 灾难未去到有生命关口 这个现象 见不到 OK 但对于他的权力地位 今年就一定是不利的 双冲子 双冲个五 稍为你学过一、两年八年 都知道我说什么了 两个字冲个五 一定是没有运行的 嗯 OK 既然他没有运行的话 就唯有捉他身体健康 是的 OK 那我们下次回来 和大家说一下 另一座正纪人物 好 那我们下一集 再请教李彥宗师傅 好 拜拜